大家好 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 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草的范 卧草喵政治每周帮大家喵一下 台湾重要政治议题 也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还有Sounddown Spotify Apple Podcast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今天我们决定要来关心一下 高雄的市长普选 对啊 8月15就要高雄市长投票了 本来我想说应该没有什么大状况吧 因为无论是从民意或是声量来看 或是民调数字来看 其实都是民进党的普选候选人陈其脉 应该是会当选啦 真的吗 你不会觉得媒体声量 最近那个谁很高吗 超级高的 你说李梅珍吗 对啊 李梅珍啊 我一直以为 就是这个选举就是这样频频的过去 就没有想到 还是发生了一堆状况局可以看这样子 对 像比如说 大家肯定有看到就是李梅珍 他用TikTok还是抖音那个 然后去拍那个用周权人的歌 去拍一个就仿那个周权人的MV 然后那个本身用抖音用TikTok就是一个梗了 然后用周权人的歌又是一个被人家 会被人家闹的梗 再加上里面的对版权的问题 然后加上他里面的歌词又说什么 单单有皮单solo周啊 他根本没有 根本没有 然后里面有一些打错字等等的 就觉得嗯 媒珍加油好吗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算了啦 结果上礼拜他发生最大的争议是他的硕士论文 有抄袭 中山大学涉嫌抄袭对 你有看吗 你有看他的内文 我其实没有看他的内文 但是我想说你看这种争议出现的时候 总不能没评没剧吧 所以就想想说有没有人去做一些什么直信分析 说他到底是怎么抄 数据的那个比对 抄袭有很多种讲法 有很多种讲法 有很多种操法 有很多种情况 因为例如说像如果你写过论文的话 就是会引用一些片段 OK OK 就是谁怎么说 对 那你著名来源的话 你就不能说这样子一种抄袭 对 比如说 就引一段譬如范说过的话 然后后面刮壶范2020 对 比如说2020 范又范说过这一段话 可是因为大家就是 把他的学术论文拿出来看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 其实在我们的国家图书馆 都可以调到全台湾硕士生写的硕士论文 对 好 反正你就可以 就有人就去把它拿出来之后 然后就跟那个 有可能是抄袭对象的那一份论文做比对 对 然后发现就是只是段落的差异 对 对 就是就是连字都一模一样 然后只是可能上下有些段落调整 然后或是标题的那个符号改变 就是连 因为会被发现完全是抄 就是因为他连错字或是错的标点符号 都一模一样 所以这是完全无法辩解 96%比罪的数字整起来 是96%相同 然后李梅珍一开始就是面对争议的时候 他的说法是这个样子的 他就 呃 他没有直接面对 他就直接说 其实他就讲说 蔡英文的论文也是 就是疑云满天飞 如果要检验就是候选人的论文的话 应该要以视同仁 而不是分成什么大总统或是小市长 然后还说如果蔡英文回应的话呢 他就会按照他 按照那个蔡英文的标准回应 对 那个记者会有印象 他就是来旋风般的 就讲了大概几十秒 然后讲完就走 丢下他的发言人在那边 就很可怜的发言人在现场 对 所以就是他这一开始处理 其实就没有处理得很好 嗯 然后我就想说 欸 对欸 其实每次在选举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就是政治人物 他们过去做的事情都一定会被棋底 然后像论文这个东西 他也是常见的一个棋底的项目吧 对啊 谁早知道就不要写论文了 但是我觉得说 呃 就是在选举期间嘛 然后那些选举人他们适不适任 本来就是大众可以一起来 就是检视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检视这个候选人的话 通常有什么管道 像查论文啊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像我们作为媒体的话 其实常常出现一些人物 或争议人物 我们大多数的时候 会造这个SOP 那在选举的时候 两军交战 那几乎也是更必要的一个基础工程 你当你在选举的时候 你一知道你的对手是谁的时候 你就要去 而且这都是合法手段 都是公开资讯 像我们之前几个礼拜提到过的 这个政治人物过去选举的时候 政治现金 有没有拿过谁的钱 然后钱换到哪里去 这个都查得到 还有因为那个政治人物要财产申报 一样可以去监察院查 他的财产申报资料 看看他比如说他的房子啊 他的土地啊 他有没有投资什么公司啊 那些公司再去做一些标案的比对啊 就是他们有没有他用一个公司 然后去标了一个 他明明应该监督对象的 比如说市议员去标市政府的案子 用他自己的公司 这也没有问题啊 这个都是常见的 一开始的SOP 然后还有呢去检视这些政治人物 因为常常会上电视受访啊 或是在立法院啊 议会啊都会有公开发言的记录 所以去查他们这些过去的记录 去他们查在议会啊 在立法院有没有提案啊 还有他们过去写的文章投书啊 当然也包括论文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可以去查这些人 过去对于议题表态的各种记录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像李梅珍或是之前韩国瑜啊 他们常常都会说 这个国家机器铺天盖地的在追杀我 但说实在的这些资料都是公开的 像我们做媒体如果先做一些功课的话 也几乎都会先去查这些政治人物 或是某一些我们想要报道的人物 过去有没有这些记录 或是有哪些背景资料可以拿出来用 那你要不要教学一下 就是今天 教学一下 就是说我要查李梅珍 或是说我要查那个政治人物的论文好了 我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第一个是那个嘛 大家如果有写过论文的话 其实就知道就是你的论文 最后你要毕业前就要印几份 不管是学校图书馆 或是去那个要送一本到国家图书馆 所以那边都会有一定会有纸本 那边是一定找得到的 对就算你网络上下载不到 对我不知道 因为很多人我知道毕业的时候 就刚刚喜欢论文都很痛苦 就会把那个什么勾选 什么五年后都在公开 对就是要关很久 大家都看不到 就网络看不到 但是实体人去国家图书馆会看得到 但是如果你前面有公开或什么的话 你就线上那种全国硕博的一个论文网 其实也可以找得到 对 那当然像政治献金财产申报这些资料 像现在政治献金财产申报 我记得应该是网络上几乎都可以查到的 当然过去一些比较旧的资料 你可能还是要去监察院 就是亲自去那个现场去登记去找 去查才查得到 而且那个财产申报就可以对应到 有些证实人物会有一些土地和房子 但是上面的记录可能是那个叫什么地号 什么什么地极段 然后什么编码什么135号的地 那个你就要再去对应说 那个地方到底是只是现在的什么门牌号 所以就有时候会去看 就看哇 原来你那个地方其实是一栋很高的大楼 或是发现说 你这个地方明明是农地 为什么会有个农舍 对就会抓出一些就是有趣的东西 而且这些资料其实你只要有心 都是公开查得到的 而且我现在觉得当现在的政治人 候选人越来越困难 因为相对来讲 这些资源已经几乎都是公开给 相对透明很多很多 对对对对 你有心的话你确实就是能够找到这些资源 对 真的不是国家机器啦 对啊 我觉得就是你真的是要出来 选择要心理准备 你就是会被 被棋底 对被棋底 然后祖宗八代 全部都被挖出来审视一次 对 那这样子要挑候选人 其实要蛮 蛮小心的 这本来本来就是啊 掌握的资源非常非常多啊 一定要小心啊 不能够就是什么发大财 就让别人就悬上了 这样实在很危险 反正李梅真就是被这样子 起底过后 因为其实他这件事情 真的闹得蛮大的 然后学就是他就读的中山大学的 校长什么 他们都很出来很关心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可能也是观察到 整个社会舆论的风向 已经对他越来越不利了 所以 我宣布放弃我的硕士学位 这样对 就跟那个什么 前几天我也放弃了 那个乐透的头彩 对 宣布放弃 本来就不属于我的东西 我把它放弃掉 然后他就是 可是 可是你知道 虽然社会舆论是这样子去 批评论他 可是他还是没有 宣布要退出选战耶 当然啦来不及啦 来不及 都已经抽号码了 喔 来不及退出 可是 你知道这让我又想到说 其实我们 就是政治人物出来选的时候 其实会常常去检视他的私生活嘛 或是 就是 无论是他论文是不是抄袭 对 或者说他过去可能是 谁 就是有什么小山啊 什么的 就这种都要挖出来 可是我又突然就觉得说 呃 就是一个人的私生活 跟他的重振能力是真的 有这么大的关联性嘛 为什么 会被检视 是台湾的一个 文 风气吗 觉得这两个东西是绑在一起的 我 我自己学一下你的时候 看怎样私生活啦 就像譬如说 呃 以刚刚 像我先讲以论文为例好了 我就论文这个东西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说 啊没有 是他个人的学历嘛 他当时就是做错事啊 就这样子啊 可是这样 背后可能会有一个 跟公众失误会有关的东西就是 他是一个抄袭 其实就是偷窃 偷窃他人的作品 而且他对这个偷窃的行为 又说谎 所以他是一个有偷窃 又说谎 潜力的政治人物 诚信的问题 对 那你怎么能够相信 他在私领域在 别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 会这么做 那他跟他有了权力之后 他在公众事务上面 难道就不会再偷窃 难道就不会再说谎 隐匿事情吗 而且 呃 因为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 呃 很多人 一定很多人都会知道 其实他论文是抄的 只是还没有 如果没有被发现的话 嗯 比如说被他抄的人 或是呃 也许学校也许知道是什么的 那这个东西 其实他的说谎 可以作为一个 呃 呃 未来的政治交换 比如说 诶我那个时候帮你cover 你论文的事情 那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帮我 那 这是互利的情况下 那另外一个状况是 他可不可以做来威胁 嗯 如果假设啦 如果你没真 他就是这个飞黄腾达 然后就有人出来说 诶 你被我 我自己发现了 你的论文根本是抄的 你现在 如果你这样就要选了 如果你不给我什么好处的话 我跟媒体讲 对我跟媒体讲 哇 你看这个时候到时候又很 又下不了台 又很难 又说不定有一些公众利益的事情 要被 被 被毁掉 你真的让我想到我自己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 其实 哎呦不经意的想要透露你又写硕士论文就对了 你自己又写 怎么这样子 下载数要提高了 这个论文的下载数好清楚 没有我是说那个过程其实是 需要经过很多人 并不是说 我自己觉得会过就会过 因为他中间牵扯到你的指导老师 你的口味 就是大家是看过 检视过你的文章 认为你这个硕士论文是可以获得这个文凭 然后盖章签名以示负责 你才会交出去 所以代表说他在这个过程中 难道这些学者或是研究员都不知道 这篇论文是 难道都没有看过吗 自操的吗 当然了 现在很多说法有人说李梅珍可能自己也没看过这份论文 怎么 所以你可以知道这过程是多么的随便 而且有多少人在其中上下其手 那这个东西都是 你就算你现在就算没报 你之后这些人都可以拿来作为 跟这些政治人物八根的筹码 我要揭罚你 我要我上次帮你 你现在要赔给我 你现在要给我好处 对 而且刚好提到另外一个嘛 小三嘛 对 好 这个东西其实 但我们想说 这种私生活感情生活 政治人物为什么不一定要关心啊 但是其实大家要想到就是 像我们在做什么财产申报啊 还有一些就是利益回避的法律的时候 其实都会说一些政治人物啊 官员的 几等期以内 不能做哪些事情 或是要做财产申报 要回避 对 但是小三就不用啊 对不对 你说小三要财产申报 对我有个小三帮我登记一下财产 不会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如果政治人物你法律只框架出 他的原配他的配偶 哦有规定说他不能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他如果透过小三去譬如说去标一些案子啊 或是去把财产都放在小三那边啊 他的一些黑钱就不会被查到啊 那当然不行啊 所以好像你说这是私生活不用管吗 我觉得这个其实都还是会牵扯到公共利益的问题 所以有点像是从媒体舆论的角度去避免这种灰色地带的状况发生 对 那你像法国怎么办 法国 你还记得那法国那两位总统 他们也是小三的问题 我还不一定小三 就是女朋友很多啊 然后一问多次 像什么萨克奇啊欧兰德 大家可以搜寻一下法国立任总统的 那这样子的话 男性总统的 女性友人都蛮 感情生活蛮丰沛的 就是他们可能不断的 在总统任内哦 还可以换不同的女朋友 哇塞 好厉害 好忙哦 我一直说这样就不会被法国人检视 我觉得你这样不适任我们法国总统 可是某些程度是公开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说 总统最近换女朋友了 这某些程度也是这种公开透明 我觉得很像民情的不同 也有可能大家也对于就是感情生活的 华人跟 容忍度 外国人的 就是广义的也许东方世界跟西方世界的差别吧 我觉得在开放讨论好了 如果你能接受你自己的市长 或者你的总统是一个私生活很丰富的人吗 请大家留言告诉我 好笼统 对 hashtag私生活很丰富嘛 不要 不要 时间管理大师这样 对对对 真的耶 可以当总统 当总统然后还交一对女朋友 那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 好所以 你知道很好笑就是 就是 李梅珍这件事情爆发之后 大家就发现 政治人物的那个硕士论文 都可以拿来 写个新闻什么的 然后 就媒体发现说 就是最近 国内的那个政治人物 朔博士论文的点阅率就 变那么高 对对 好恐怖喔 可是你知道我延伸思考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像会有这种 学历乱象 乱象 就是 拿论文 或是拿学位 变得很容易 这件事情 然后让我 突然去反思说 我们是不是每次在 选举的时候 都会很强调 选举人 学历要很好 你看随便台面上的选举人都是 什么台青交 这样子的 就是会不会是要一定要有这个包袱 我才能来参选 所以他们就要有这个经历 你是说洗学历之类的吗 之类的啊 可是我觉得导演 我自己看我觉得也不一定 因为说实在 大多数的选民 其实真的在投票的时候 真的会看 之前的学历是什么吗 比如说像 像韩国瑜 韩国瑜 韩国瑜其实是 硕士 硕士 还有 正大家东亚所吧 的硕士 对啊 但是好像大家也不会用 不会把他 以一个 他其实有硕士毕业的一个角度 去 检视这个 人嘛 对吧 大家其实喜欢也是这个韩国瑜 或是什么的 或是像 李梅珍 他也是硕士的 但好像 他就是这个学位当下硕士 但好像大家也不会觉得 他很厉害啊 那就我的自己的理解啦 我觉得很多地方的政治人物 会有 确实很多会喜学历的这个经验 但很多时候是一种 这是一种交朋友的方式 就跟 他们 彼此之间 比如说 看到某某人去洗人 同朋友 某某人就 他突然读了一个硕士 毕业回来 哎 有读硕士 那我也要去读 那在地方上 这个关系 他去读硕士 他可以在硕士班 交到朋友 老师其实也是他的朋友 大家应该有看到嘛 李梅珍说 他过生日 还有很 技术上有几个老师 还请他吃生日蛋糕 那些其实是他的交友圈 他在扩大他的交友圈 他可以认识一些地方的 学界啊 同学是产业界的啊 他自己是政界的啊 认识一些新朋友 学校需要在职班的学费 他又花钱来这边认识 扩大他的这个影响力 扩大他的交友圈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一个社交的行为 而不是一个学术的行为 所以很多地方政治人物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你这样让我想到一些前辈 也是有讲说 其实你真的读 你真的想要进修硕士班 有时候不见得是真的拿到那个学历 是因为你到了某间学校 或是进到了某个领域中 那群人就是那样子的人脉 会集中在那边 然后你刚好就是去交朋友 对 听起来好像就是类似的 就学到的是人脉 学到的是就是交换到很多 很有用的名片 而不是真的去学术性的学习这样 好了 你前面讲到韩国瑜对不对 诶对 我就在想说 为什么韩国瑜最近这么安静 就是他 他为什么没有出来帮李梅珍补选 诶有这一把 我现在还发现 没有啦 因为你看李梅珍 就刚刚你前面讲的 这场如果必输 他出来不是就 不是就把自己的人气烧掉 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接下来是什么 他们现在国民党的主席是江启臣吗 或是几个大头啊 什么朱立伦啊 或是也许现在几个县市长啊 好友谊啊 他们如果都去帮李梅珍站台 就有李梅珍出来票数还是很难看 哇就好糗喔 但是我的那个韩国瑜 就后来就选后登高一呼说 不行国民党在这个士气上 遭受打击这样的情况下 我要出来参选这个下一届的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 要挽救国民党的颓势 哇大家就可以集中这个火力 然后获得国民党主席 李梅珍其实也蛮可怜的 他就这样炮灰 当成炮灰 被国民党推出来 没有啦 他是也答应啦 我觉得这就是 他可能也没想到说 他有写论文吧 我觉得他可能忘记这件事情了 他可能忘记 因为不是自己写的 就很容易忘记嘛 所以就是 对 你真的是进厨房就不要怕热 像我现在就开始 检查一下我的 是不是论文 拼音有没有拼错啊 哪里有没有 趕快 现在把它改成那个什么 不要公开还在急吧 不行吧 那个当初都已经 而且可以去国主找 对 我只是 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很庆幸自己 当年写论文 写的很认真 又趁机要偷偷的说明自己的论文 写的多认真 好啦 这个 范的论文下载的连结 会不会来秩序 会吗 不会 但是当然 我觉得如果有硕博士生 正在听我们的podcast 这也是给大家是一个警惕 你 you never know 你哪天会出来 真的 这个警惕很好 你不要以为什么 现在你写的顺数论文 你就写完就逃 就办好离校手续 就解脱了 没有 一辈子跟着你 你以后就不要出来选 我跟你讲 以后你就知道错了 你哪有几个错字 哪里的备注 没有写好 哪个称考文献没有写好 全民都会帮你检查 而且很多听我们节目的人 应该就是对政治很感兴趣 说不定也对于参选越越易 我以为很多人都正在写论文 你说要拿我们节目内容来做那个 没有 应该就是 因为写论文的时候 不知道你写的时候会不会这样 就写论文的时候一样就是 会 需要一点声音 然后会就是做其他事情 然后就都不写论文 就整理房间啊 整理冰箱 或是听podcast 那就逃避那个吧 逃避写论文这件事情 好不要再听了 赶快回去写论文 没有了 我们后面还想要聊别的东西 对对对 就是想说其实上个礼拜啊 其实发生很多新闻 对 但是因为每一个新闻好像都 不知道怎么变成一个 如果真的要讲就要讲得很深 对对 又觉得花一集讲太辛苦了 大家也太累了 所以你知道小孩子才做选择 或全部都要 对我们都讲乱讲 我们不讲 后面就开始乱讲 对 好我就按照时间走来好了 7月22号的时候 就是立法院通过两个很重要的提案 临时会的最后一天 那第一个提案是 华航护照的那个 证明公决案 对 然后另一个是国民法官法 我觉得某某你先来讲一下那个 大概讲一下 华航的那个证明案 其实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 之前不是说 疫情期间 我们去什么 台湾Can Help 去送口罩 送一些医疗物资 给世界各国嘛 但因为大家的那个飞机 飞过去是华航 华航的英文叫什么呢 叫做China Airline 那很多人就是说 你看这个画面一出去 别人看到的时候 喔China来帮我们 中国 Airline China好棒 China number one 但是没有完明明就是我们台湾人做的事情 要去给人家这样的误解很可惜 嗯 所以当时就有 大家看在说 应该要证明 要让大家看到是台湾 是台湾 那其实这个事情也发生在护照嘛 因为护照上面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我们之前也提过 Republic of China 那大家一看以为是China 当然旁边有台湾啦 但是还是想说 欸有China欸 别人都会觉得 你这个China好脏脏喔 我想把你这个隔离一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 大概半年前开始 就陆续有 有人开始提说 欸这些东西都应该证明啊 让台湾更明显 不要让大家觉得是China 可是呢 最后通过了这个版本的决议案 必须要说就是 他其实 其实非常保守啦 他并没有真的是说 我们要把名字改掉 他其实强调的点在于说 欸我们之后啊 我们想办法把这个设计涂装啊 让大家不会误会我们是China 然后要看得出是台湾喔 对所以他的决议案的内容 比较像这样子 不过其实出来了 当然就是 大家看到这种消息 还是蛮开心的 可以期待一下新的 那个护照设计好了 对啊 只是效果当然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强 就是说把什么China 这些两个字 把那个字杠掉 然后就大大的台湾 不是要改成台湾那样来啦 其实那个决议案 并没有 可是我比较乐观欸 我觉得就是有种比没有好 他就是一个开心 对啊这一步步啊 就是你慢慢改慢慢改 说不定哪一天 就不知不觉改成台湾Airline 这只能说是 往好处想是这样子啊 但是要持续监督 他们到底改的怎么样 好那再来那个国民法官的 那个事情 国民法官法 这个说起来其实也蛮复杂的 因为其实最后面在争议的就是 你先讲国民法官法是在做什么 国民法官法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当过病人的男生 就可能会碰到一个东西叫做叫招 就是会被抽 就是那已经退役了 但是你还会被抽去 就是偶尔要去部队啊 像训练一下等等的 那其实国民法官法 有点像这样 就是你所有的国民 那你只要符合某些条件 大多数人都符合这个条件 然后满23岁 你就有可能被随机抽去当国民法官 那你要做的就是 你可能要跟法官一起审案 一起决定这个被告有没有罪 然后决定他们要判刑多少 多久这样子 那但是这个东西最后在争议的 就是有几个制度啊 因为其实如果大家 比较有印象有感觉 应该是那种美国的 那种陪审团制度 那但是我们通过的是 比较综合版 比较接近日本的 叫做参审制 就陪审制跟参审制 那其实这西部的差别呢 其实你可以想像说 法官们其实要决定几件事情 一个就是 这个人有没有罪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那他要判多久 他是要判十年 他是要犯无期徒刑 还是要判他死刑 那我们这次通过的参审制呢 就是由三个法官 跟六个国民法官混在一起 大家一起讨论来决定 这个人有没有罪 还有这个人要判多久 但是这六个人都不是 法律背景出身的 他有排除一些条件啊 就是你如果就是 是什么法律系学者啊 你是法律的什么律师 你是法律相关工作人员啊 他其实就会做一些排除 他就尽量是法律素人 就是一般人 很一般的人 他那概念有很像是 如果连 就是我随机去这个国民里面 抽了这个 这么多一般人 他们都觉得这些人 是有罪的 那可见这个人 应该是要有罪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说法 也是有点 就是中间有很多 讨论的空间 对啊 对啊 当然这个东西 他很多的目的 其实我自己的理解啊 是他有很重要的 民主价值就是说 哦 了解民意 我的想法比较说 这叫做自业自得 蛤 什么意思 自作自受 民主的真谛就是自作自受 诶 这是不是韩国语讲过 因为某些程度就是这样子嘛 那 我们选出来我们的政治人物 我们自己要承担这个政治 我们选出这个政治物 带来后果 OK 我们自己选 人民选出来的 我们叫做国民法官好了 他们所做的决定 我们 人民所做的决定 人民要自己承受 因为被告也是人民嘛 你被告的人 这害我又好想要再问说 就是到底这六个人要怎么选出来 可是这个细节还没出来 对不对 有啦 他就有什么 23岁以上 然后不能是什么法官啊 律师啊 不能公司法律专业人员啊等等 我没有看我怎么抽 我们真的是要期待第一次抽抽 抽抽看 看看会不会被抽中 可是被抽中之后好像要保密 好像没有人来分享 可是可是你知道我看到 我也是看到这个通过之后 其实我自己会想要 去参加看看 就对 可是我想参加的点是 因为如果你平常就是没有 我以为你要写独家 没有你平常没有什么做监犯课的话 你其实也不会去那个场合 等一下我想到了 你是不是想被抽到 又听说一天有三千万 没有不是才不是 然后我自己又不是法律师什么时候 我没有机会在那现场 可是我一直觉得 每一个人应该都要具备一些法律的尝试 或是对于 社会在走 对 法庭上的了解 然后常常我们看到新闻 我们在批评说 为什么法官这样判 为什么法官那样判 这个东西怎么搞出来 可是我觉得 如果我自己实际去走一次那个流程 你才会知道说 那个决定出来有多困难 you can you up 你行李上啊 恐龙法官你才三叶宠 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自己是蛮想要 有机会如果被抽到 我会想去 人生有一个经验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不知道 会不会有些人觉得很不爽 就是说他平常 我干嘛被抓去 就被绑走 对 一天三千块应该还算开心了 但是因为我有听到一个争议 假如说那个人他平常就是不问事实 然后也不关心别人的死活 然后他可能就是也没有很热忠于 参与这个审判的过程 但是我们这个审判的结果 可能是交在 九分之一的 的决定权在这种 这样的人的手上 也是蛮麻烦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 民主社会自义的自得 对 大家 就是要一起来扛 就是这样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在很多 审判的时候 就跟范刚刚提到 大家可能事后都会评就是 就是网路留言 这个湘民罚官 就留说 啊这个东西怎么没有判死刑啊 这东西应该要怎么样啊 应该要如何如何 可是如果你自己真的去到了现场 去看到那个人 那个所谓也许是凶手好了 或是加害人好了 那个人如果你看到他是一个 活生生的人 在你前面 他就变成一个立体的人了 因为原本是一个 一个媒体经营一个无恶不作的人 然后抽一些他讲话的片段出来 你可能对他就单纯的仇恨嘛 但是你看到他本人 这个人会走路 这个人是立体的 他会讲话 他有爸爸妈妈 他有小朋友之类的 你可能你真的像能够做出那决定 要判处极刑吗 我自己觉得那个可能很困难 所以不断的在抽样抽国民去参加审判的过程中 也许某些程度啦 其实我觉得他的好处就是 让大家知道 这个事情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让大家都知道 法律的流程是怎么样 让大家知道 其实每个审判 背后的很多要参考的因素是什么 也有教育意义吧 也是一种全民的法律教育 诶那这样要不要顺便推一下 就是说像在我们的民间教育 要多一些法律尝试推广啊 这样配套的一些措施出来 有啊 应该说其实这个培养 因为这种参审的国民法官的制度 其实是跟我们现行的制度 差异相当大 对啊很不一样 真的是要从小开始教育 因为这也是另外一套系统 所以对真的 大家要从小就有法学的素养 法律的素养其实蛮重要的 那如果你被抽到 你会想要去旅行 会啊 可是那好像不能拿来写报导 因为要保密 是不是就是法 就是之后就是已经定案之后就可以 也是好像也不行啊 因为会有些案情啊 一些什么的 不过那个应该蛮有趣的啦 对 抽我抽我 抽我抽我 抽到抽 是不是 最近是不是 我听到你最近在抽什么 你都抽动字卷吗 对啊 哎呀我又抽到了 还是要抽 你又抽到了可恶 而且最好笑的是 他那个新闻本来说什么 身份证 只好尾数是四的 动字卷几率最低 因为我是四嘛 哦 可是因为你知道那个直播 完全看不懂在做什么 哦哦 我没有看 反正他的直播就是找那个国手来 就是买了 抽假 就抽数字 然后就说数字最后会变乱嘛 可是好 我跟你讲我就有发挥某某上一集 教我的那个监督的精神 我就觉得说一个民众都看不懂的直播 为什么还要花费这个资源去做这件事情 对就是你可能办那个活动 可能就花了十几万 你不是要让民众监督你抽签这个过程吗 可是你这样抽抽抽的过程 民众看完就 黑人问好 然后变成什么综艺节目 对对对对 然后最后还不是要用简讯同事的方式 哦对啊 而且我不知道 你有什么抽什么义放券那个吗 上一次我没有讲义放券 义放券是抽那个 身份证字号的最后一码 就是你尾数 义放券是不是APP 用APP抽吗 要在这APP吗 你说抽签这件事情吗 对 我不太清楚欸 因为像有一些抽奖 我觉得现在碰到也是有些问题 就是 糟糕又要批评政府 这样会不会掉粉丝 就是有些抽奖 比如说他会要求你要 比如说要用一些数位工具 比如说也许是 手机网就网路的APP 然后是扫QR code 或是做一些不同的尝试 但这个东西背后 其实还是在做一种社会排除 就是 如果你不擅长使用这些工具的人 哦对 对那 我就不会去登记 对对 爬登 就是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没有我 为什么你没有抽到 你要去用那个什么方法去抽 为什么 就是你知道就是 为什么 这是资讯落差 比如说现在 而且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种的券 就算其实像 像我们也许平常有在关心一些 社会议题或什么 但现在太多 有个东西开始了 然后我没有去抽 那是我的 政府为什么不是应该 让我主动就可以去抽 我跟你讲 因为我抽中的时候 我就是会打那个现实动态 我跟你讲 真的有人回我说 这是什么 对啊对啊 那他不知道 因为他没在看新闻 其实就受损 所以他们是不是 就这个东西难道不是 比如说以 振兴券 三倍券的来讲 他必须是 也许有数位的方式 有实体的方式 有各种的方式 就是你不管 你会不会用网路啊 你也可以 就需要邮局 就其他方式实体的去拿 那或是口罩 之前有这样子 你有线上的 你有实体的 但是这个就 我不知道就是 好像没有 而且非常多种 大家搞的 就是你可能 错过一两个的话 其实你的权益 是不是也怕太多人来抽 他也很麻烦 他都要抽的啊 对啊 所以真的 真的 大家不要对政府那么好 后面真的 还是有很多券可以抽 可是其实 应该抽的都差不多了 好反正事情 都要办了吧 我觉得就是 还是鼓励大家抽到 就把它花掉了 对还是去振兴啦 但是振兴的过程 我们不要忘记 监督政府 对有些事情 他们也许做得好 但也不能够 保证说 他们其他事情就不会做错 好 我现在要讲最后一个话题了 我们聊完就可以 大家就可以下班了 欸 怎么这样子 最近吵很凶的 文化部委托公司 要办理那个国际影音平台 大平台 可是在我们录音这一天 7月29号 大概上午的时候 就是紧急刹车 对 好啦好啦 不找公司做 太错了 他们在吵什么 为什么不能找公司做 其实应该是说 因为 本来就有在 文化部跟公司 本来就有 陆续有在谈 就是 台湾是不是要有一个 对外的国际媒体 因为像对外 比如用英文 然后去 某些程度我们比较 用武断的说法 或是有些媒体的用字 叫做台湾的大外宣 去跟大家讲说 不要 那个华人视角的媒体 大家可能国际都会看什么 央视啊 CCTV啊 就是 或是 中国的其他的官样媒体 那缺少了台湾的声音啊 所以台湾自己 也要有一个很强的 对国外发声的 利益良善啊 其实这个想法 让大家看到说 所谓的这个华人世界里面 所谓的 并不是只有中国这种声音 也有台湾的声音 我觉得那个出发点的角度是这样 因为这也有代表一种 有点像是 国安 国防的概念 就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在这里 不要只听他的 不然他就一脚巴们踩一词 没有人听到 思想的国安 对 就是心防嘛 让大家世界看得到我们 但是我觉得他们做不好 就是他们程序上就是 因为公共电视理论上是一个 要独立于政府之外的 公共媒体 对 那如果说政府要你做什么 那我就照做的话 那就变成是政府的传声筒 那公共电视其实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所以 而且其实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政府其实已经有很多 有的媒体 公共电视它应该是要更超然独立的 但是像有些媒体就是 本来就是有一些政策宣导性质 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 中央广播电台 叫央广 或是有一个叫做 宏观电视台 这是小委会的 或是像 像很多的那个各部会 它本来就会有自己的一些 媒体 或是一些 就是社群粉丝有声量的东西 那一定要交给公共电视来做 公事来做吗 这其实也是可以讨论的 那中央社 那其实有很多的媒体 都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那一定要就是 我给你钱公共电视 我给你钱 你就赶快去做 一定要这样做吗 我觉得这是 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事情 因为就是真的是 太多人觉得不适合吧 有人觉得真像你讲 要超然在 大家在意的其实程序 就是要做一个国际的 等级的影音平台 那公事的能力 相对于其他的 的国家政府的有关的媒体 还是相对有这个能力这样做的 但是如果是由政府指派 由你来做 然后呢 要做什么任务呢 你要做大外宣 你要这个宣传 台湾的好故事 要指派到这种程度的话 那公事当然要跳脚 因为它是公共媒体 它不应该是直接受 政府的指令做事 对 可是其实我们看大外宣 我们也好几集都在聊大外宣 那真的有用吗 就是有时候就是出口转内销 我们之前讲了嘛 中国的大外宣 其实第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是对内部维稳 对 它从先传到国外之后呢 那可能再转一圈回来 就是说你看外国的舆论 因为它可能会有其他的媒体引用啊 或是影响到一些 有些外国人读到这个外宣的反应啊 他把这些东西再拿回来给国内做 其实是做给台湾人看的 对 你看老外都觉得我们很棒啊 所以外宣 即使台湾有些程度 必须说也有这种效果 就是要让台湾人自己觉得 其实我们并不渺小哦 其实我们的在国际影响力很大哦 这个不能否认有一点 就所谓跟中国一样那种外宣的成分 但这个东西某些程度也是巩固心防嘛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OK我们没那么差 那到底对外国有没有用呢 我必须说以现在的国际情势来讲还是有用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应该知道 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态度都慢慢的改变 那他们觉得中国不好 他们觉得中国有问题了之后 那他们要听什么谁的声音 他们要看谁的角度 视角的评论 如果这个时候有出现一些 来自东亚不一样的声音 而且也是所谓的华人社会 华人也可以是民主的哦 华人的民主社会是长什么样子呢 也许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我们趁虚而入门的一个时机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OK我们台湾在这里 来看我来看我 我们其实很厉害哦 这样子 毕竟下一次台湾这么有存在感的时候 不知道是几年的事情了 要趁现在让大家看一看 确实啊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有存在 我可以理解有存在的必要 只是真的有过程的手段 政府在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 真的手段要细腻一点 不能这样子 好今天真的聊蛮多条新闻的 真的耶 然后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卧槽的粉丝专页都有分享到很多很多的内容 然后我们今天有聊到的一些文章啊 都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下面 对还有范的论文连结 不是 不会 我会放那个萌萌的论文连结 好啦 那最重要的连结是 要记得帮我们填文卷 就是你知道最近Podcast的节目真的越来越多了 我都觉得我们越刷越下面了 就是想说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帮我们评分 帮我们刷刷存在感 然后介绍给你身边拼棚好友 拼一下 对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记得订阅卧槽的脸书 IG 还有YouTube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喜欢我们内容 也一定要定期定额支持卧槽 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那我们就下星期再见啦 下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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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